看一下 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关那个第308 308这个 如果我们用那个解答2 解答2的话我是用 解答2用这个 除这个求余数百分比10 然后再除除10 用这个方法 最后其实这个回圈数量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一样用 for i in range 0到总长度 有没有 可是如果这个回圈假设 我刚刚有讲过 如果你要把它改坏回圈的话 其实会更简单 只是说这个用坏回圈的话 要哪些地方要改 特别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假这个地方 要把它改坏回圈 那条件的话应该是什么 当它这个坏回圈 你会把它注解掉 假设我这个地方 要把它改成坏回圈的话 那怎么改 有没有 其实这里反而用坏回圈可能会更强 因为最后这个这个值 这个除除10之后的话 它就除完最后变0 所以我若知道有这个条件的话 那我可以当它不等于0的时候 它就跑回圈 当它等于0就离开回圈 应该懂这个逻辑 应该懂这个逻辑 应该怎么写呢 第一个 这边改成坏回 坏回的话 a a的词 假如 当它条件是不等于0才能进回圈 当它等于0就 就跳离回圈 就跳离回圈 所以这边的话不等于0 不等于0 清淡后 等于0 有没有 冒后 这样就OK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要改几个地方 前面我们a 所以在input的时候 因为我要把它当文字处理 所以外面没有包IMT 因为我现在是把它当数字处理 所以干脆直接就把它转成IMT就好了 另外如果把它没有转的话 你到这边就挂掉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把它当数字来看待才能比较 如果你把它当文字的话 那这个会失败 因为它没办法 所以这个一定要转型 第二的话 底下这个就不用转 因为呢 前面 我们是把它当文字 所以才需要转 那现在的话 如果不把它当文字的话 那其实 这个底下的IMT就不用了 所以可以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所以 如果你不把它当文字 你可以写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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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没有提示 如果 OK 好 所以 1 我改了几个地方 1 改这个地方 坏了 A不等于0 本来写这一串 我把它改这样 2的话呢 这边INPUT把它改INT 直接就在这边直接转 所以98765 转过来的话 这边98765 OK 转过来了 变A 那到这边的话呢 它 这个是不是不等于4 4的话进来 所以98765 5如果把它什么 除以10之后 余5嘛 所以得到5 5这个数字把它累加 再把5这个数字去掉 有没有 然后在6 留下6 然后把6去掉 然后在7 8 9 有没有 最后的结果应该0 诶 那这样我们来试试看 理论上这样应该 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如果说 我把它当数字来写的话 应该用快回圈会比较 合理一点 OK 而且程式好像也 如果跟刚刚用那个字串 的话 显然也 比较不会那么复杂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这个地方 OK 执行 如果让它跑一次的话 一次 98765 看一下 结果会不会是对 Enter 对 有没有 结果 这边怎么 这个 刚刚取代 把它取代 这个 改一下 上 应该是上 结果应该是对的 只是因为我字串 可能刚刚我把那个名声取代过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结果是3数 那就OK 因为当它等于0的时候 那它就自动跳离回圈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第一个 如果假设呢 你不把它当字串 我们方法二的话 其实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样的话应该更精简 这个可以把它比例再掉 这样的话更精简一些些 两个方法提供给各位参考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我们这一题 就大概先到这里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 第310 这个 回圈公式计算 那这个的话意思是说 今天我什么 一样 input 一个值 那这个值 假如说是n 那我把n带进来之后 我要带个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的话 势必要把n这个 带到哪个公式 你会发现它的规则就是这样 这个n嘛 那前面的话是n-1 外面一定要开根号 所以1除以什么 除以 这个开根号的结果-1 加上开根号里面放n 然后呢 让它跑几次 因为要跑 所以跑这么多 跑几次 跑的次数的话 从哪个开始 这边n嘛 那这边的话从2开始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你就回圈数量的话 应该从2开始 一直到n 特别说n要 如果你给n就停下来 后面应该怎么 n怎么办 把它加1哦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概率文章 他有给我们这边讯息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来run一下 这个 我把 这个写好的程式 先run一下 这个 讲这个是最后做好的 执行一下 他用的结果 看到是输入8 得到的是1.8284 输入8 Enter 对 1.8284 如果你看到这个表 是应该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撰写这个程式哦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哦 一样的哦 其实程式你会发现 基本上架构跟刚刚很像 大概5行 多一行是因为上面有一个 import mass 其实这题我看到 印象规定一定要 importmass 有没有讲到 其实如果没有的话 甚至可以改写成的话 不一定要用那个sqrt 这个函数 你也可以用乘乘0.5 也可以啊 乘乘0.5也是开根号啊 OK 两个方法 那两个方法 我都有把它放名单上 各位可以试试看哦 那首先的话呢 如果根据题目的要求 另外有一个部分啊 把结果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哦 所以8 然后输入一个伏点 小数点第四位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哦 我们一样哦 先 产生一个什么 先输入一个n 那n的话部分 它一定是input 那因为 它里面的话 一定要先转换成数字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就范围 因为你会发现哦 它公式就是 这个一直累加 累加到前面 当然你也可以从2开始累加到n 那顺序 反正先或后 其实结果都一样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4回圈先写 4i in range 所以你会看到前面 都一样 那从哪个数字开始呢 从这个2 2这个数字开始 到n 停下来 所以呢我们的范围哦 记得哦 这个数字一定要对 2 到点n 但是因为n 停下来 所以后面一定要什么 加1 OK 不然如果你输入n的话 n就不会直行 就少一个 少一次 冒号 enter 接下来的话 就累加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什么东西加在一起 一样嘛 ns 等于什么呢 ans自己本身 加上 后面那一串公式 那公式哦 我刚刚讲过 就这个啦 1除以什么呢 开根号的结果里面是n-1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n-1带进来可以哦 所以是 1 除以嘛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开根号 开根号的话 我们就是用mass 所以上面请你 input一个mass 然后把mass后面的话 再加上什么 点 有个function叫sq u 不过其实他应该会提示啦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 只要望那个function他会提示 你点两次还可以 然后里面就放什么 就等于是开根号 那开根号里面的话 就把那个i带进来 不是把n带进来 i-1 后面的话呢 就是开根号 i-1嘛 然后里面的话是 再加上开根号 i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这一行 是相加吗 对相加 所以加上 然后把这个前面这一行 公式复制过来 直接把i-1拿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样子写完之后 这一串的叙述呢 实际上 就等于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的叙述 OK 一个嘛 那如果下一个 应该等于是用这个公式来带 那他第一次是先跑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从2开始嘛 对 然后 那个2-1 那不就1吗 那符合这个规则 那再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意思类推 好 那回宣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就等于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那后面的话就很简单 Enter 把它back到前面去 最后把结果clean的出来 clean的什么呢 ans就好了 不过 ans 他好像还要在格式化 格式化到小数点第四位 所以格式化还记得吧 我如果要格式化 我可以什么 在前面先加两个双引号 然后移到中间 大瓜糊 帽号 点4位 点4f 然后在这个双引号外面呢 加点什么 点format 前瓜糊 然后把ans呢 放在 这一个format里面 这样就ok了 那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ans 格式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再做输出 ok 好 那我们完成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得到了结果 就跟刚刚一样 输入8之后的话 得到1.8284的话 那表示这一点应该ok 我看一下 输入8 Enter 公式有错 19.82 应该是要先 这个要先做完 才能够除 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加 你就先 他就先除嘛 所以这个可能还 最后漏在一个地方 因为要先加 所以呢 这个瓜糊一定要加上去 如果没加上去的话 那得到的结果 如果你看到是19的话 应该是瓜糊 没加 因为他一样 会先 乘除后加减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把它执行 然后再考一下看看 输入8 得到结果 1.828 也没错 所以最后 对不对啊 很容易做错的地方 这个地方 瓜糊 一定要把它 補上去 所以基本上 我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上面 这讯息 得到的 所以其实你只要 看懂那个上面的 这一个公式 要如何转换成 排成程式 那以后就类似 这样的方式来做 就ok了 还有一点呢 其实以后如果你不用Math的话 还有个方法 我印象中这个也 将来考试应该也可以过 就是说呢 方法二 你这边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你不用那个Math.sqrt 有没有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什么 乘乘0.5 乘乘0.5就是 这个几次方 本来我们是乘乘2的话 是2次方 那乘乘0.5的话 等于0.5次方 其实效果 结果跟开根号 是一样的 意思 所以如果你想要 假设你不用 不用Sqrt 你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用乘乘0.5 两个方法都可以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这个是310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可能比较容易有问题的部分 大概就是像那个什么 取到小数点的地席位 这个前面做蛮多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format很重要 因为未来很多地方一定都用format 这个有点像跟easell一样 easell里面要格式 在那个python里面 你要格式化的话 那一定通常会用format 其他的话就是那个sqrt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如果假设 你不要用的话 因为这个题目 我看它上面好像没有规定 说一定要用这个函数 如果没有规定 那其实你用下面 沉沉0.5也可以喔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要讨处就是又 程式又比较简短一点 OK 可以试试看喔